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向您介绍了茶叶的基本知识 以及泡茶用水和茶具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还展示了绿茶 黑茶 白茶和黄茶的泡饮过程 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其他茶类的泡饮过程 首先就是红茶的冲泡程式 上层的红茶 干茶色则黑和油润 冲泡后香气浓郁甘甜 汤则红颜透亮 传统的红茶轻饮泡发有十四部程序 第一部称为被气迎宾 就是将茶具整理待用 并介绍给客人 由于红茶的品质特点是红叶 红汤 因此清饮红茶时 最好选用一套白瓷茶具 第二部称为林泉松风 即煮水的过程 由于红茶的香气和味道 会因水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泡饮红茶应特别注重水的质量和温度 鹿语在茶经中有三费之说 即初费如云雾 二费似泉涌 三费似鼓浪 如秋风扫过松林 此时泡茶水温正好 所以称之为林泉松风 第三部称为烫聚静心 用热水回旋的浸润茶壶 提高茶壶的温度 只有这样才能使茶壶最大限度的发挥茶香 最后将水倒入公道杯中 第四部称为鉴赏家明 将茶叶置于茶壶中 请客人欣赏 我们这次冲泡的是红茶的鼻祖 正山小种 外形调索 紧实肥状 色色乌润 第五部称为家人入宫 是投茶的过程 将红茶行情拨入壶中 注意 不要拨到壶口之外 像这种二百毫升的茶壶 放上三到四颗左右的茶就够了 将茶轻置壶中 如同请家人行一连步 等堂入室 满室生香 第六部称为雨润仙草 做法是用煮好的水 轻轻冲洗一下干茶 然后再将水倒入公道杯中 这也是正式冲泡之前的必备步骤 第七部是高山流水 冲泡红茶也讲究高冲水 以激荡茶性 并可以使茶汤在上下左右的回旋当中 使茶汤的浓度达到均匀一致 谁看这湖中的茶叶 渐渐献出迷人的红艳色彩 第八部是木林欧杯 就是烫洗名贵的茶杯 我们用公道杯中的水来烫洗品名杯 第九部称为若称出狱 若称是我国清代的一位制杯名家 所以我们常把名贵的茶杯称为若称杯 若称出狱实际上是烫杯的过程 用茶加加其品饮杯 将杯中的温水轻轻回旋并倒掉 这样可以保持杯子的温度 并使茶味更加纯正 第十部称为分成香炉 将泡好的茶汤注入公道杯中 再一次注入各品名杯中 按顺时针珍茶 每杯只七分满 第十一部称为菊展颂华 这是茶艺师奉茶的过程 把真好的茶放入奉茶盘中 敬奉给客人 第十二部称为俯看山色 即剑赏汤色 橙红明亮的茶汤在白瓷杯的映衬下 绚丽夺目 如火四霞 并用明亮的金黄色香颠 此清此景应当是茶不醉人 人自醉了 第十三部称为喜闻幽香 就是端杯闻香的过程 此时的正山小种 透出浓郁的松烟香 第十四部称为贡品香名 就是品茶的过程 品饮红茶 女士可翘起兰花纸 端杯品饮 男士则是手指并拢 传统的红茶泡法呢 有十四部程式 而乌龙茶茶艺表演则有十八道程式 并且乌龙茶泡饮器具是最为精致 礼仪也最为周全 十分的费功夫 所以也称之为是功夫茶 第一道 焚香净气 活煮甘全 焚香净气 就是通过点燃这支香 来营造祥和肃木 无比温馨的气氛 希望这沁人心脾的悠香 使大家心旷神怡 也但愿您的心 能伴随着这支 悠悠鸟鸟的香烟 升华到高雅而神奇的境界 第二道 孔雀开平 夜家酬宾 孔雀开平 同时向同伴展示自己的羽毛 我们借助这道程序 将精巧细致的茶具 介绍给客人 茶壶 我们选用的是子母壶 母壶用来泡茶 子壶用来储备茶汤 此外 还配套有茶船 文香杯和品鸣杯 紫檀六宝等 第三道 大滨木林 乌龙入宫 大滨是明代这座紫砂湖的一代宗师 后人都把名贵的紫砂湖称为大滨湖 大滨木林 就是温湖温杯的过程 其做法是 用废水由外道里 浇烫子母壶 先把母壶的内壁 用热水烫洗一遍 之后 用母壶的热水 来冲洗紫壶的外壁 用茶池将茶叶 拨入茶壶之内 称为乌龙入宫 由于乌龙茶 种在文香玩味 所以用茶量 要比其他茶类高得多 冲泡后 茶叶能占到茶壶溶积的八九分之多 第四道 高山流水 春风拂面 冲泡乌龙茶讲究高冲水 低震场 高山流水及茶医师将开水提高 沿着湖口边缘冲入 借助水的冲力 使茶叶在茶壶内随水浪翻滚 起到用开水洗茶的目的 春风拂面 是指用壶盖 轻轻地刮去冲水时 所翻起的白色泡沫 使湖内的茶汤 更加清澈 更加清澈洁净 第五道 乌龙入海 重洗鲜盐 品乌龙茶讲究 头泡汤 二泡茶 三泡 四泡 使精华 头泡茶汤 其实是洗茶的过程 把茶叶表面的茶污洗去 使茶之真味得以充分体现 我们一般不用来喝 而是用来烫洗杯具 将头泡茶汤 煮入文香杯和品名杯中 剩余茶汤 煮入茶船里 因为茶汤 称琥珀色 从湖口流向茶船 好似蛟龙入海 所以称之为乌龙入海 将茶汤倒进后 趁湖热 茶热 再向母湖内注入开水 为使茶湖内外一样热 还要用开水 焦灵茶湖表面 称为 重洗鲜盐 第六道 母子相补 再注甘露 将母湖中的茶汤 直接注入紫湖 就好像母亲 在哺乳婴儿一样 所以 我们很形象地 称之为 母子相补 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将 文香杯和品鸣杯 旋转进行冲洗 既给杯具升温 又清洗了杯具 等茶汤倒进后 取下母湖 再次向母湖内注入开水 这个步骤 称之为 再注甘露 第七道 降龙行雨 凤凰点头 我们将 紫湖中的茶汤 均匀快速地 注入文香杯 称之为 降龙行雨 甘露普降 当湖内茶汤 所剩不多时 为方便 每杯茶一样多 采取点真的手法 我们把这个 依次注入的步骤 称之为 凤凰点头 也是向大家 表示欢迎的意思 第八道 龙凤城祥 礼于翻身 我们将品名杯 扣在文香杯上 称为龙凤城祥 也是祝大家 吉祥如意的意思 当茶汤在文香杯中 逗留15至30秒之后 用拇指压住 皮拧杯底 食指和中指 夹住文香杯底 向内倒转 变成文香杯在上 品名杯在下的位置 这部称为 礼于翻身 第九道 捧杯献礼 敬奉香名 这是敬茶的过程 茶医师 双手将茶杯 献给客人 第十道 第十道 第十一道 三龙护顶 出品其名 用拇指 食指加杯 中指托住杯底 其中三指 欲为三龙 茶杯 欲为顶 被称为 三龙护顶 女士 可微翘兰花 男士 则双手指 往里收 出品其名 是三品中的 头一品 茶汤入口后 不要马上咽下 而是吸气 并发出声音 茶汤和味蕾的接触 能更好地 品出茶的真味 品茶时 不要认为 吸气 并发出声音 是不文雅的 其实 这是对茶的一种赞赏 第十二道 再蒸留侠 二碳兰纸 再蒸留侠 是指 为客人 蒸第二道茶 二碳兰纸 是第二次文香 第十三道 二品云鱼 猴底流干 二品云鱼 是请客人 品着第二道茶 二品主要是 品茶汤的滋味 看茶汤 过口入侯 是苦涩 还是平和 第十四道 三针食乳 荡气回肠 三针食乳 是指 蒸第三道茶 食乳是元代的 一种供茶 后来 用来比喻乌龙茶 荡气回肠 是第三次闻香 这次闻香 与前两次不同 不仅可以用鼻子去闻 还可以从口中吸进香气 再从鼻腔呼出 用这种独特的方式闻香 被称之为 荡气回肠 第十五道 寒英举华 领悟茶运 寒英举华 即品第三道茶 三品主要是 品茶的韵味 其中 英和华 都是花的意思 所以 品茶时 嘴里应像含着小花一样 慢慢咀嚼 细细回味 第十六道 君子之交 水清未美 君子之交淡如水 而那淡中之味 恰似品完了三道浓茶之后 再来喝一杯白开水 第十七道 明茶探去 游龙细水 好的乌龙茶 气泡有余香 酒泡仍不失茶的真味 我们用茶变加去 母湖中的叶片 放入清水杯中 称之为 再展鲜蓉 杯中的叶片 如游龙在细水 第十八道 以茶献符 浸杯谢茶 这是功夫茶最后一道程序 最后 以茶献符 祝各位 多福多寿 常饮常乐 花茶适于轻饮 以保持天然的香味 一般采用 精美的 瓷制三材杯来代课 我们以茉莉花茶为代表 向您介绍花茶的冲泡过程 花茶茶一冲泡的程序呢 共分为十三节 宜然四月 评则如诗 极具美感 第一步是赏茶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 家业供赏 在这里 茶医师会向客人介绍 茉莉花茶的特点 包括干茶的品种 工艺 及洗门程度等 第二步是烫聚静心 泡茶前 给茶碗升温 有利于茶汁的迅速进出 水要柔和的倒入杯中 水量为三材杯的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第三步是 飞铺叠档 盖上杯盖 将杯身与杯盖一同抵挡 然后将杯中的水倒出 像瀑布一样 飞流直下 第四步是投放茶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 群芳入宫 这里是将花茶 比喻为群芳 当我们用茶匙 对花茶 从茶盒中 拨进洁白如玉的茶杯时 茶叶飘然而下 好似步入他们的宫殿 冲泡一杯香气一人的花茶 茶量一般为三到四克 第五步称之为温润心扉 先注入少量的水 温润茶芽 水与茶的融合 将使茶香更高 滋味更纯 用细细的水流浸润茶叶 使轻轻扣开少女的心扉 此时的水量 应为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第六步是悬香沁壁 合上杯盖 轻轻旋转杯深 茶叶渐渐舒展 香气渐渐溢出 第七步是飞泉剑珠 用一百度左右的水 悬湖冲水 使飞泉落入杯中 即使溅起的水珠 也像珍珠般晶莹 此时水量应为七分满 第八步称为天人合一 冲泡花茶一般选用三彩杯 盖为天 陀为地 杯神为人 天人合一 就是通过将杯盖盖好的动作 表明人与自然 融为一体 第九步是凤茶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 敬凤香鸣 花茶辛香美味 不仅有茶的功效 而且花茶也具有良好的药力作用 避易人的健康 第十步是星空推移 右手持杯盖 轻轻拨动茶汤 促进茶汤均匀 以盖为天 此举似星空推移 日月穿梭 给人以遐想 第十一步是闻香 我们称之为天穷凝露 借用杯盖闻香 似天穷香 茶香凝结 带给人一种 缥缈悠香的感觉 闻香时 男士与女士略有不同 男士可拨一下茶盖 然后借用杯盖闻香 而女士则是将三彩杯整个端起来 拨三下茶盖再闻香 此时的茶香浓醇而持久 富裕且先灵 第十二步为 一撮鲜爽 也就是品茶的过程 男士品茶时 在闻香后 直接端起茶杯品饮 女士则是在闻香后 端起茶拖来品饮 品饮时应小口品措 体味鲜爽宜人的感觉 第十三步是回味 我们称之为品物人生 一杯茶中有人生百味 人绰苦可利至 无论茶是苦涩 甘甜还是品壳醇厚 从一杯茶中都可以品出良多的感悟和联想 所以品茶重在回味 花茶茶艺表演就结束了 茶是中国的国饮 中国是茶的故乡 从史料上记载的神农时代起 中国人饮茶品茶的四五千年历史当中 茶作为一种和平安逸的象征 早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 饮茶是日常习惯 茶艺不免阳春白雪 但是小小的一片茶叶 凝聚着茶浓的心血 也诉说着中国的故事 希望通过这两期的节目 使您能够了解一些基本的茶文化知识 并与懂茶爱茶的朋友们产生共鸣 让我们一起热爱茶文化 热爱生活 支持中国的茶叶茶叶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